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还被称为窝国 中国最早对日本的记载 出自山海经 海内北京 那时候的日本还是战国时期燕国的属地 之所以被称为窝 其原因是日语中最经常用的假名是蛙 而说话的主语也是蛙 所以最开始接触日本人的中国人便称之为窝人 到了汉朝 日本使者来到中国 表示愿意进贡给中国 并且甘心成为藩属国 于是刘秀就赐他们的国王为窝王 因为窝有一个单人旁 刘秀表示自己能把他们化为人的范畴 已经是皇恩浩荡了 当时的日本蒙昧无知 还以为大汉赐给了他一个好听的名字 随着日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发现这事不对头 为了消除这种歧视 他们开始选用日语里 与窝发音相同的和字来自称 并且还骄傲地在前面加上了一个大字 于是大和民族就这样诞生了 隋朝时期 窝国改变名称的想法越来越强烈 于是在公元607年 窝王赞派使者小野妹子向隋朝上表文书 希望改窝国为日本 但文书的开头却是 日出处天子至日落处天子 自认为天下第一的隋阳帝 看完后废都快要气炸了 小小窝国竟敢与朕同称天子 于是根本不鸟他 窝王赞死后 他后面的四位继承者都纷纷上表中国朝廷 要求授予日本封号 但最终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中国统治者都表示 你们叫那个特征明显 就叫窝国挺好的不用改 到了唐朝武则天统治时期 事情终于迎来了转机 看到日本人为了一个封号 竟然努力了这么长时间 并且那时候的日本也比较弱小可怜 于是他终于开了金口 将日本封号赐予窝国 从此以后 日本二字一直沿用至今 好了朋友们 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会